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经,18日在北京召开,在中国各处几乎都可看到习近平发言的电视直播,就连幼稚园内也被动员一起同步收看转播,有网友看到相关图片,就算说简直比北韩还要北韩。 中共19大于今上午开幕,中国境内开启全民看直播模式,不管是在各大商场、公司、学校,乃至于街头、地铁、公车上都能看到电视在转播19大,各单位的人员也都排排坐在电视前乖乖听习近平开讲,甚至连幼稚园也不例外。 网友在微博上传多张幼稚园小朋友排排坐在电视前,听着连大人都难以理解的内容,让看到的网友直呼洗脑从娃娃下手,洗好洗满的概念,甚至相说全世界最高收视率达成中共比北韩还北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